同学问的问题 我觉得最大的就是说 你的资料摆放太随意了 像这个什么 各单位人员 然后所属单位 你们发现 他放的方式其实也没有不对 但是问题就是说 他摆的方式 当然比较像我们自己在 在输入资料的那个规则 可是实际上 如果你假设你要查 比如说你摆的是 A单位这些人 B单位这些人 C单位一直在一推 总共有7个单位 要查询的就是这个表 这个表里面的话 我是希望 请你告诉我高明明 他是在哪一个单位 所属单位 他在G单位 所以你要把G单位帮我查回来 然后陈晓明的话在哪一个单位 陈晓明在这里 然后在A单位 把A单位查回来都放在这边 这个时候 因为你要查的东西 因为要查人员 所以假设你的人员 并不是在第一个栏位的时候 你会发现 这怎么查 因为你摆得很随性 是没错啦 反正你怎么摆都OK 但问题 你将来如果假设你要拿来做查询的时候 那就是灾难了 为什么 因为你根本没办法用Viruan去查 但是如果假设你懂得了解那个结构的话 那你其实你应该怎么放呢 你应该你要查的是人员 对不对 所以你应该先把这个资料正规化 那这个资料的正规化应该就是 把第一个栏位一定要放人员 所以你这个人员 我们控一个H 放这边 理论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 人员就放在第一个栏位 可以第一栏 那第二栏的话呢 就是它的单位 所以第二个的话 我拿这个 所以你应该怎么样 先把这个资料先做两个栏位 那将来你就可以查了 人员有没有 查完就把单位查回来就好了 所以你需要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把这个无序的 没有正规化的表格 把它转换成两个栏位的表格 所以啊 第一个人员 人员就这个嘛 郑小明 然后你这边就放A单位 陈小明 就放A单位 以此类推 那就把它通通丢到这边来 那怎么做 比较快 当然你如果用图法练钢的话 变成说你就 怎么一个 当然其实你说这个地方 能不能写个程式 让他自动帮你把他资料带过去 也是可以哦 只是要怎么做 后面我们再看 如果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想想看 所属单位 这个人在哪个单位 如果你不做正规化的话 有没有办法查询 或者如果你假设要把它正规化 那又要怎么做 这一题的话 我觉得是 主要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建立资料 很重要 如果你这要建立错误的话 那后面其实就是一个大麻烦 大灾难 好 那我们现在回到刚刚这一题 好了 那首先的话呢 我们第一个 判店管理这一个 booking id 总共有四个部分的资料 第一个部分就是先把他的 什么呢 缩写先查出来 加一个简号 所以第一个哦 我先用什么查呢 查了函数嘛 那查资料 我先取消一下 先把它放大一下 这个字好像有点小 ok 这样哦 这个的缩写 到底他的 范片缩写在哪里呢 那我们先插入函数 一样用什么呢 检视与参照 这个参照 最下面这个 微的函数 ok 然后呢 要查什么呢 我要查他的全名 ok 是这个哦 然后呢 去哪边查 按F3 去那个 刚刚有跟各位讲到 叫Hotel Detail这个 这个表格 ok 按确定 然后你可以看到 这个表格如果假设 你不知道说他的结构 你可以先点下面这个格子 再把它点回去 他会帮你跳回到这个地方 有没有 其实就是这个表格 这个表格好像帮你框 就是这个范围 有没有 所以你会发现哦 以后怎么正规化 反正上帝就栏位名称 有没有 然后呢 基本上就是有 看你有几栏 反正至少要有两栏 那我们查的时候呢 是查这个名称 所以查第一栏 所以他会帮忙 找到这个 有没有 然后他会帮 他问你说你第三个问题是 那你要把第几栏的资料 帮你查回来 我要第二栏 第二栏是他的Hotel ID 所以这边是输入2 那最后一个问题 要不要找接近的 一般是输入0 不要 ok 所以后面的话我就把 逐一的把问题 参数把它加上去 不要查他的ID 就缩写 然后要不要找接近的 不要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你可以看到缩写 就帮我查回来 那你向下点满 底下应该就会查完了 ok 那第二个的话呢 再串一个简号 and 一个简号 有没有 然后打勾好了 ok 然后一个简号 然后再来还有什么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地方的话 就是刚刚讲的 这个有没有 再来就是什么 0106 0106的话应该是这个 check in 但是我只要月跟日就好了 我其他不要 所以呢 我们可以利用什么and 再来的话一个函数呢 这个函数就是test test 好像之前我们用过 test 就是格式化 拿这个test来做格式化 那格式化的话呢 当然第一个 他会跟你要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就是value value就是呢 你check in的日期 check in日期 但是我只要月跟日的话 那他的format test的话 特别注意哦 就是mm mm的话就是月的部分 那一定要两码 dd的话呢 就是日的格式 也一定要两码 那你说老师 可是这边只有一码怎么办 那这个时候他会自动补离 OK哦 所以请你把format的test 加上mmdd就可以了 那如果你说老师 那如果我要年也加进来的话 也要两码怎么办 那很简单嘛 猜猜看要加什么 对吧 歪歪对吧 那如果四码的话就是四个歪就好了嘛 OK有没有 2009 0106 OK应该可以懂这个逻辑吧 OK 这样的话 按mmdd就OK 按确定 好没有 那可是你说老师那可是 我怎么知道其他格式怎么变 很简单啊 按右键出生格式 这边不是有那个什么日期 假如说你想要把它变成什么格式 你就找一个接近的 举例好了 假设这个好了 你说老师我要变成像这样子 那你可以找一个接近 就按个自定就有了 自定 这边不是会出现什么 d斜线 m斜线d 那分号后面这个不要 反正就是 分号前面的这个就是它的公式 也就是你可以把这个拿到 formatics上面去拼凑 它就会得到你要的 不过看起来好像大小写没区分 这边用小写啦 我刚刚用大写好像也可以 所以它没有区分大小写 好那再来的话呢 在后面在end 一个简号 好所以第三个要做什么呢 第三个就是 我要再给它这个什么 哎 几天哦 不是几晚哦 几天的话呢 那就是怎么样 把它 在end一个简号 在end什么呢 把它check in日期 点一下 再减掉它的check 这个check in 再减掉check out日期 然后这个check out日期 这个check out日期 后面减前面才对 然后记得再加1 因为你后面减前面的话 等一下我这个 我减错了 ok 应该是这个减这个才对 ok 在end 然后这个check out日期 减掉check in日期 然后呢 再加上一天 因为如果减完之后是几晚吧 然后呢 你要天的话加1 打购一下 应该是3 没错 然后再加上它的first name first name 就这个 所以把first name 再串到后面 再记得中间一样再加一个简号 and 然后一个简号 简号是一个文字 所以记得前后加双以后 然后再end first name就是h2 ok 然后打个勾 这样的话 理论上就完成 跟各位讲一下 一个字都不能错 如果你这边出错的话 你后面的查资料也一定会出错 向下填满 所以这个 这个地方一定要对 因为如果你这边错的话 你将来再查这边的资料 也会全部都查不到 所以如果假设 像之前有同学呢 查后面的部分 全部都查不到的话 那表示你这个booking ID 有问题 你要检查一下 到底有没有 记得 反正中间一定要简号 简号一个 两个 三个简号 然后第一个是缩写 然后第二个的话 是他的check in check in 然后记得是mmdd 然后在几天 然后在他的first name 把他串在一起 这样就完成第一个部分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就根据他有booking ID 那我们就可以根据他的booking ID 去查出其他的东西了 就是呢 如果我们把这个booking ID的总表 这个是一个总表 建立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可能 有点像一个账单 那你们老板就给你一个账单 你帮我查一下哦 有关那个什么 这些booking ID 就是这些编号呢 他的相关讯息 包含就是到底这个客人的全名叫什么 然后呢他住几号房 然后住几晚 一晚的价格多少 amount是他的 这个总total的价格 应该是多少 那你帮我把它全部算出来的话 那应该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name的话应该是把什么 把first name 中间加一个空白 再加 surname就可以了 把这两个中间加一个空白 所以第一个的话 那你要怎么查 一样嘛 参与函数 那我们最近使用过的VILO函数 那利用VILO函数呢 去查编号 这个编号的话呢 那第二个的话 table table的话呢 按F3 其实理论上 我刚好跟各位讲过了 这个总表 其实他帮我们已经定义好一个名称 就是跟他的工作名称一样 叫booking OK 总表 好 那你帮我去总表查哦 那第一个栏位刚好就是他ID 所以哦 这个其实也是一个示范 正规化的示范 将来如果你要被查的总表 一定要有个ID 那个ID绝对不要重复 OK ID不能重复 如果ID重复的话 那很很很很容易就查到错误的资料 因为他有一对多的关系哦 OK 所以可能要注意一下哦 然后呢 我根据这个总表要查什么东西 我要查他的名字 他名字哦 在第几栏呢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边应该切过来之后 我要先 这个first name 所以呢 我算一下应该第八第九 OK 所以呢我先把第八 所以这边column把它输入八好了 好 第八栏 然后呢这边输入零 不要找接近的 那理论上应该会先帮我查出他的first name 出来 然后他sternand的话呢 中间一定要加个空白 所以这边的话加一个end 然后一个空白 所以双引号空白一下 后双引号 记得这个双引号里面 记得要加一个空白就可以了 然后呢end之后的话呢 刚刚是first name 后面加一个sternand 其实很简单 把这个公式复制一下 贴过来 然后改什么呢 把八改多少 因为他刚好 first name是第八栏 然后后面那个sternand 是第九栏 所以这边把它改成九就可以了 OK 所以打勾之后 就是他的全名 name就出来了 这个人 然后向下填满里面应该都OK 好那其他的话 rune number 这个等一下我们再看好了 画面先还给各位